民进党近民代赵天林 因被曝出婚外情 宣布退出明年民代选举 而他也是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所谓民主大联盟的一员 值得注意的是 赖清德搞的这个所谓民主大联盟 已有7人因丑闻退选 敬台湾 敬台湾 年轻世代对民进党批判的力道 也是民进党进步的力量 民进党把2024年选举 定调为所谓民主大联盟 声称寻跨党派 跨世代 跨领域的标准 提出让外界耳目一新的名单 结果却是丑闻频出 近半年以来 已有7人因丑闻退选 桃圆市议员杨家良 今年5月自曝大学时 曾在网络发布 深夜估计需要你的慰藉短文 其中包含暗示性交易的内容 违反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成为所谓民主大联盟退选第一人 跟很多的民进党协议里面 都留着同样的DNA 我不想因为宜兰 而是这一席的立委 更不想影响到大局 5月底 民进党籍民代陈欧珀 卷入IMB诈骗案 引发争议 5月21号 宣布退出2024年宜兰民代选举 成为退选第二人 不久后和民进党合作的 五党籍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被爆出涉嫌以私密视频威胁前女友 6月8号通过脸书发文 宣称退出新北永和区民代选举 成为退选第三人 这段时间经过审慎的思考 以及和党中央反复的讨论 我决定退出2024年 这场立法委员的选举 6月中旬 原本被征召参选台北市民代的 民进党前副秘书长林飞帆 被爆出女党工遭厂商性骚扰时 企图吃案 宣布退选立委 紧接着6月底 刚在基隆市民代初选中胜出的 民进党议员张炳君 被控诈领助理费 经调查张炳君和父母一家三口 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 向法院申请禁件获准 成为退选第五人 到了7月 民进党籍议员徐展为 又因涉嫌违反当局采购条例 遭检察官传唤 7月31号通过脸书宣布 退出2024屏东第二选区民代选举 你是被逼的退选吗 我没有 我想那是我自己的选择 10月 民进党籍民代赵天林 因婚爱情曝光 陷入桃色丑闻 24号通过脸书发文宣布 退出民进党竞选 高雄市第六选区民代的选举 所谓民主大联盟 演变成了退选大联盟 台湾媒体人谢寒冰表示 赖清德在民代方面 越来越不妙 不是内部分裂就是临时换将 赖清德已经很久没再提 所谓民主大联盟 因为讲出来就是丢人 提名的都是这些臭鱼烂虾 基本上已经变成一个大笑话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分析称 绿营73个民代参选人中 多人有明显的操守争议 民进党作为施政党 显然在举裁过程中遇到平静 这反映的不只是绝对的权力造成腐化 也说明该党吸引的 都是着眼权力好处的人 这次民进党民代提名 暴露的可能只是冰山翼角 而这正是所谓民主大联盟 也无法遮掩的问题 政治人物应该要有比普通人 更高的道德标准 这是政治人物的基本功 但是民进党人却完全都没有做到 贪腐贫传 情色贫传 赖清德难道不用出来表个态 说句话吗 民主大联盟 民主大翻车